橘子说房产让您房产投资不再难 那些卖家在那苦不堪言的 不知道为什么原因 可能因为太快乐了 可能因为太闹心了 可能因为太缺钱了 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 急着想甩卖的 那你去买房 你去找这样的卖家 那也有朋友跟我说了 那我怎么知道人家为什么卖呢 那个这个的话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了 你能多了解一些卖房的信息 你能多了解一些 你就能大概分辨出来这个卖家 是不是急着卖 是不是什么状况 但是再多的信息我也不知道了 因为像我一直反复强调的 赚钱没那么容易的 发财没那么容易的 所以要碰运气 你现在说我要卖房呢 我卖房我怎么卖呢 你卖房的时候 你就专盯支柱的人 你要把你的房子卖给支柱的人 那些尤其是那种 实心实意的 就想在你这个区买房的那些支柱的人 那首先你要想 谁会来我这支柱呢 谁会到我的房子来支柱呢 那可能比方说 你的房子在好学区 你的小区有游泳池 有网球场 你有很多的公用设施 那你可能就想 那我来我这住的人 有可能就是带小孩的家庭 有那种学龄儿童的家庭 那这样的家庭 他们对自己住的房子 会有一些什么喜好呢 你装修装饰耍墙的时候 你要想着 我怎么弄这些家庭可能会喜欢我的房子呢 那还有一些比方说 你说我的房子离医院挺近的 靠大湖挺近的 附近风光挺优美的 我这房子一楼有卧室的 周边老年人挺多的 那来你这房子住的 有可能就是老年人 那老年人他对这个什么样的房子 他会喜欢呢 那你设计房子你装修的时候 你要考虑到这些人的 他们的喜好 他们的想法 或者是说 现在这老年人里头是 老太太多还老头多呢 那你可能就推断出 买房子的应该是 这个女主人是做决定的多 要是诞生的 那现在我们知道 那个女的寿命更长是吧 来到老年人当中 女同志的概率比较大 女的一般他注重什么地方呢 他第一可能他关心的是厨房 他可能希望那厨房开放的 不是那种还封闭的一个小小的厨房 那他希望厨房的台面都是大理石的 那个色彩很好的 厨房的这个电器都很好 柜子都很好的 所以这个女主人呢 他可能第一关心的是厨房 那第二他关心的是哪呀 我自己感觉啊 第二应该关心的是主卧的厕所 所以你这个房子要装修的时候 你要花一点心思在这个厨房上面 要在这个主卧的厕所上面 因为买房经常就做决定的 一建了房子就经常一见钟情 或者一见就不喜欢的 那可能是谁呀 是那个女主人 你得叫这个女主人可能喜欢上你的房子 那接下来可能 自住的人他会关心什么呀 他看你这房子的外观 那这个必须要打动他 所以这房子的外观 你外墙能刷漆就刷刷漆 如果是那种砖墙啊 或者是什么样的那些歪弄的墙 如果看着很脏你就高压水箱洗一下 因为人一站着这 看见你房子的正面 这个很影响你 他对你房子的印象 然后就是你前院的院子 这个草坪怎么样 这个land escaping绿化怎么样 花花草草这些布置的布局怎么样 那再一个他可能更关心的是后院 像在美国很多时候前院就是个面子 就是给别人看的 没有人会真的站在前院里头去盖什么 但是如果你是后院 你放个袋壳 你弄一个那种烤火的叫什么 Fell Pete 我看见一个朋友 后院就是一个普通的袋壳 但是那家在那个袋壳的下面 种了一些藤树 那些一根藤 一根藤顺着那个袋壳就爬上来 就整个把那个 把那个袋壳上面全部都给盖住了 所以坐在他家的袋壳上 就有个天然的印凉 而且看起来也很好看 因为那个藤是这个绿色 那这是房子的外观 就你要从正面一看 Landerskilling很好 外观房子干干净净很好 移到后院一看 哇 他就会爱上 哇 在后院有一点东西 这个东西我们家可以用上 下一个我想到的就是 你这个房子 你要弄得满屋飘香 但那个香味 你又得普通大众都喜欢 不是特别的香味 只有有的人喜欢 或有的人很反感 这也不行 如果你要是资金或者方便的话 你的房子贵 你可能还要做一些staging 弄得好看一点 摆下家具挂些画 然后要干净无从 如果可能的话有窗帘 的话你把窗帘打开 这样人一进来 看你房子很宽敞明亮 给那样的一种感觉 这种房子你说 我要卖给自住的人 自住的人在哪啊 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所以就要放在市场上 就要靠中介的 你要撒大网 就中介的作用 我觉得挺大的 如果有人在你这个地区 想找房子 中介就会给他 四个一个那个电子邮件 只要这块有新的listing出来 他就自动会推送到 这个客户的手里头 所以你这个房子 你一放到市场上 你要靠中介的 因为中介能把放到中介网上 之后所有的中介 只要他们有客户 是在这块找房子的 你这个符合他们的条件 他都会推送给他 自己的这个投资人 然后你中间的时候 你改一次价格 就比方说 你之前要35万 你中间改一次 你变成赖克 像35万 你变成348,900什么的 就价格稍微降一下 因为我那时候是这样 我不到现在啊 就你价格变的时候 他会给你再推送一次 很多时候有的人 他看了你的房子 当时不喜欢 但是之后呢 可能有可能他还会买 但他可能忘了你这个房子了 你这价格一变动呢 他那个中介的网站 会自动又推送一变 那还有的时候 你就说 那我现在也想卖房 那我那房就是在那种烂区 我自己是远程房东 首先 根本不可能有资助的人 到那去买 那其次呢 我就想卖给资助的人 我也没办法进宫细座 把这个房子弄成 让那种资助的人行动 那如果是你这样的房子呢 你自己可能想 那买我这样房子的人 应该 我很可能就是跟我同样 远程投资的人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 像经常我手里头的房子 都是这种的 现金流可能很好 增值潜力也很大 但是我 我资助的人 不会买的 可能买的人 多半是 投资的人 远程投资的人 那这种房子 中介的作用没那么大 因为那些远程投资的人 谁认识多呀 中介不一定认识多 但是可能我认识多 比方说 我自己 我做局制所房产 那什么的 有一些外地人 他想买亚特兰大房 他就会联系我 局制节 我要在亚特兰大买个房子 大概多少钱投入 大概什么样的要求 我可能手头会有一些这样的人 那你要是这个房子 你说我是自己 现在是投资房 我是远程房东 那接我手的这个人 很可能也是远程房东 那你去问问我 说不定我手头有人 想买你那个房 这中介的作用 可能就没那么大 但也有作用啊 中介把那 房子房源放到市场上 马上折漏啊 中介网站上都有 远程的房东通过 他自己也能查到 作用也有啊 但是那些手里头 有很多远程投资客 信息的人 那这些人可能 可能对你帮助更大 如果是帮你卖房的话 那这种情况下呢 你的房子里有个很稳定的 很长期的 按期交房主的房客 很重要 就假定你的房子 房主是1500块钱一个月 任何一个远程的投资人 他拿过来房子 他就希望他买的房子 是这种木印肯定的 这种房子的话 你里面有个住了挺长时间的 那个按时交房主的房客 假定你这个房子 是1500块钱一个月 你有这样一个房客 然后你现在在卖房子 你跟人家宣传的 因为接手的人 很可能也是投资人 就实际上你这个1500块钱 每个月按时付房主的 这个房客 对于这个接手的人来说 我觉得相当于是 五个月的房主价值 那1500块钱乘以 乘以五个月 等于7500块钱 因为任何一个人 外地投资人 他在这买一个房子 空房子 买过来他总是要花一些钱的 他要放个冰箱啦 装个窗帘啦 地毯洗一下着啦 他总是要弄一下 很容易1000块钱 2000块钱就花出去了 然后他要放在市场上招租 招租了可能要花个半个月 一个月 这个都很正常 租到了的人 不会立刻就帮过来的 他可能会说 我半个月之后帮过来 我一个月之后帮过来 那你这期间 你收不到房主的 你招租的时候收不到房主 你签好住约了 你在等着他入住这期间 你收不到房主 还有呢 这个房主 好不容易等他寄来了 好不容易等到他开始收房主了 结果过了两三个月 你突然发现 这不是好房客 偷奸耍花 人品都有问题 就是10%的概率 你会碰到这样房客不好 房客不好 等他住进去 隔几个月 你才会发现 哦这个房客不好 但是如果是你 你去卖这个 你的自己的投资房 里头有一个很稳定的 它是叫房主的房客 在那已经住了一年多了 那对于接手的人来说 你跟他说我这个房客 值五个月的房租的 那有的投资人他会信的 他会认可你这个价值的 那像这样的房子 因为我房客 还有半年的租约到期 然后这个房客 我也不想念他出去 因为一念他出去 我立刻就知道 我那房子墙涨了 地毯涨了 我还要修 我还要弄 但我不想去弄 我现在就想带着房客去卖 那这种情况下 你就把外观收拾一下就好了 外观弄得漂亮一下就好了 因为买的投资人 他进去看的话也看不出什么来 因为里头房客的家具啊 人啊都住在里头 他可能更关注的就是外观 房子的外观看一下 所以你就把外观收拾一下 把这个院子啊 前后院收拾一下就可以了 这是如果说你自己是远程投资的 你可能你 我没办法卖给资助的人 那你就卖给你 跟你一样远程投资的 其他的投资人 下一个我想到的就是 你在卖房的时候 你自己先去找个inspector做个房检 做了房检 你根据那房检报告 你把大问题给修了 不用全修 不用什么问题 一点问题都全部都修好了 等到人家买家去做房检 人家查不出问题 人家就知道哦 你自己之前做过手脚了 刚刚全部都修了 你就把大问题修了 就不用全修啊 留点给这个买家 inspector叫他去查去 因为 如果人家要决定买了under contract 人家做inspection的时候 做房检 一看哦 没有大问题 整个就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 这块有个洞啦 那块地毯脏一下的啦 他就会觉得 哇 这个房东把这房子维护的真好 哇 他会觉得你维护房子维护的很好 还有一种情况是 你把那些大问题修了 你就知道 不会因为那些大问题 突然就把你这个deal给kill掉了 你过户不了了 人家在这under contract了 押金也收到了 结果人家一做房检 突然发现说 有白蚁 里面曾经招过白蚁 其实我们在亚特兰大的人知道 数目这么多 白蚁其实也没事 但是人家一查出有白蚁 他就会很担心 但你自己做个房间 把这些问题该修的修了 就是有这些大问题 你卖房的时候 如果人懂的 买家总结懂的 他会提醒买家说 你要跟卖家要一个 这个房子状况的情况介绍 就叫做这个disclose sellerdisclose 那如果在disclose的话 这些问题 你如果发现问题了 你修了 你在上面也都是要报告出来的 但是你先修了呢 至少比这个买家 他自己做房间查出来好 那最后一点 我想提醒大家的 就是说 你这个房子放在市场上 那个价格定得特别重要 就是你价格呢 要比别人的多一点 但你不能太太心 你要的太多了 你价格要的好的话 你一放到市场上 很快就成交了 你要是要的低的话 一放到市场上 马上几个offer就寄来了 你就知道你要低了 那如果是要的高了 你放在市场上 没人来问的 看的人很少 没人感兴趣 那你可能就要高了 要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这房子 在市场上放的时间越长 卖不出去的可能性就越大 首先那些真的实行实义 想买房子的人家 就等着中介给他推送的 西房的一上市一推送 他在邮件里看到的 然后他就查这个房子 他就来看这个房子 你这个房子在市场上 你放了半年 你放了两年 人家就推送的一次 早就看过你这个房子了 你之后再不推送了 他就会忘了你这个房子 还有的时候 你这个房子就超过半年 一卖不掉 他觉得你的价钱好 他可能也不想理了 他总是觉得 哦 为什么别人都不买呢 放了这么长时间 为什么别人不要呢 他会有这种心理 所以就可能不太好卖 你房子比别人漂亮了三点 你比别人要价就高一点 就很容易成交 这个很重要 但是有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价格要的也不比别人多 弄的也特漂亮 就是没人买 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了 你不知道 很多时候我们控制不了的 我们就是控制不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就说你永远都不要低卖 你一个房子 比方说你35万 你觉得是市场价 突然等了半年也没有offer 突然来个offer 30万 你卖还是不卖 那你就知道 你从35万降到30万 你降的这5万 存的全都是你利润 你如果说你说 按照市场 按照我的分析 这5万就应该是我的 但现在我这个 30万的offer一接受了 我就省心了 我就不闹心了 但是我那个5万的钱就没了 就是你永远都不低卖 是别人低卖 你永远都不低卖 那那时候你说 哎呀 我们放了半年也卖不掉 我们夫妻关系有问题了 我也睡不着觉了 我又担心小偷偷 我们那个持有的费用 空房的费用也挺高的 那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你一这样忧愁的时候 你就知道 你就是那个闹心的卖家了 像我上一期讲 就说你去买房子 你去买房子 买什么样的房子 你去找那些卖家 越闹心的 你越去看那些房子 你又能找到好价钱 那你说 我自己闹心买家 买家怎么知道呢 你自己闹心买家不知道 但是你的中介知道 你的中介会感受到你那个压力 会感受到你那个闹心 他会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买家的 有可能啊 因为买家中介卖了半年 他中介费影都看不见 他自己也急 他看见你有点着急了 他看见你有点这种什么 精神压力特别大 你说 他觉得那是他的机会 那如果买家能知道你这种情况 买家也知道 那是买家的机会 但是那时候你自己要守住 就一个原则 我卖的时候永远不低卖 我买的时候永远不高买 你记住这个原则就好了 那你说怎么办 我房子放在市场上两个月 六个月卖不出去 那我怎么办 你放的时间越长 卖出去的可能性就越低 那那种情况下呢 你自己衡量一下的 一个呢 你就拿回来不卖了 那你不卖怎么办呢 一个你就转成长主了 你转成长主的时候 你找那个房客 你就想到 我这个房客我就想租给他一年 因为万一市场好了的时候 我可能还要拿回来卖的 或者是说 我就想租他半年 那你自己找房客的时候 你就有意的筛选一下这个房客 那这个房客等到一年的时候 他会搬走 那还有一个可能很好的方法呢 就是说你的小区物业 它允许你做短住的 那你就放一点简单的夹具剂来 你把这个房子做短住 住房跟其他的东西不一样 你说我去卖商品 我卖这个电器 我卖不掉了 我就没收入 可是我等的钱用 房子就是这样 你卖不掉了就租吗 或者说你卖的时候 同时也在租 你把那个租金要价要的高一点 好 这是我这一期想跟大家分享的 如果你要是卖房的话 我能想到的 想跟你分享的一些信息 那举之说房产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